7月5号北中南反克纲大串联抗议行动 但教育部长吴思华却在领书上发表声明 表示暑假期间将展开大家一起写克纲的计划 只是部长始终没有打算跟学生面对面 这让反克纲的同学们上午前进咒语部怒冲大门 还发生了静明冲突 公众推击高分被撕汗 反克纲学生不满教育部长吴思华没有正面回应 将近10位同学来到教育部前澄清抗议 场面一度失控 反克纲学生想要跨越防线 但警察人数比他们多更多 最后还是被拦了下来 相较前一天北中南串联情斗 显得和平理性 桃园高校联盟则采取高强度抗议 昨天教育部长他发的声明却是闪烁其实 还是没有持续回应 我们说我们要退回103年有问题的科纲的诉求 离8月新科纲上路还只剩下短短一个月 所以我们会认为这段时间教育部应该要立即回应 如果今天下午5点没有回应的话 我们会回到教育部 召开记者会发动下一波的攻击 以及行动好不好 不买新科纲8月1号即将上路 学生抗议行动一波及一波 无思华脸书却只回应新旧版教科书并行 也将展开大家一起写科纲计划 但详细内容没有说清楚 只派员接下诊情书 学生不能接受不排除将再把行动升级 记者最后报道